这不是这个意思 师姐怎么趴在这儿 不知道 来 咱们笑笑的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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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死了 快来人了 师姐 师姐死了 快来人了 师姐 师姐死了 快来人了 师姐 师姐 快来人了 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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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哥 怎么会这样 师徒 你们看着水 师姐 快来人了 师姐 我都好疼 我先把这个药喝了吧 来 大师姐 我都好疼 大师姐 大师姐 我都好疼 大师姐 大师姐 你们都先放下吧 师父找我们 此次一击侵染额眉 事发突然 全无准备 为师和老六一样 未能幸免 导致练功时走火入魔 五脏俱伤 需要闭关一年 静心修养 在暗天命 师父万俗 为师闭关期间 将由四大长尊 从你们七人之中 挑选德才兼备的一人 作为代掌门 代我行使掌门权责 全权处理额眉事务 并授予为师一职 研习的奇门艺术 掩饰献祭 传承额眉衣钵 师父 我等才学尚浅 恐难以担此重任 还请师父从长计议 是啊 师父 额眉怎么能少得了您呢 尔等不必多言 照做便是 是 唯卿 弟子在 为师闭关时 你要和六位师妹 勤练九阴七剑阵 这是为师剑派以来 自创的最高五玄 也是额眉立根之本 你要切记 弟子谨遵师父教会 为师的白眉师兄 已经从武当 派了擅长衣礼的弟子 白元明 前来助我们治疗一级 不日即到 老三 你和芷萱下山去接一 是 是 其他徒儿 继续好生照料 染病的师姐妹 父亲在烧燃时日 带昆儿掠尽着天下武功绝学之时 定将潜龙这昏君祭天 拿回属于我们的皇室尊荣 学耻父亲 孝宗出击之恨 王爷 五眉师太已离开厄眉 目前厄眉无人主事 厄眉将从七位封秀女弟子当中 挑选一位当作带长们 授予厄眉秘籍 掩饰险计 那我们是不是直接杀手去讲 不必 这一次 我一定要体验这几位封秀女弟子的 凤姿仙韵 听说来的是个男人 对啊 好像跟我们长得不一样 听说他们日久生情后 好像会把整个人吃掉 还会吃人啊 才不是呢 提师傅说他们不吃人 忠然吃心 是 是啊 都在瞎叫什么 大师姐 大师姐 七师姐 四师姐 少侠 怎么了 少侠 怎么了 那个 少侠 这位是大师姐为亲 四师妹 白萧萧 还有这位 是七师妹 李儿环 老七 七妹 七妹 你刚才为什么抓着我三师姐的手 我在给她把脉 是啊 二环 少侠她只是在帮我把脉而已 把脉 听说你们男人专吃女人心 你若胆敢对我师姐有非分之想 我定取你性命 姑娘请放心 在下又不是什么非擒走兽 怎么会吃人心呢 老七 收起你的剑 白少侠 白少侠 我七妹因担心六妹的病急 多有得罪 请包涵 无碍 不知道 不知道我六妹现在病情如何 六姑娘病发初期 需观察术日 只要坚持使用我所配制的药膳 应无大碍 只是 此次峨眉爆发大规模一级 实属罕见 若要根治 尚需查明一级来源 在下受失命所托 下山看兵 定当竭尽全力 有劳白少侠 多走开 看什么呢 没见过男人啊 五师姐 我们是真的没有见过男人啊 她 有五师姐我照着呢 你们有病的看病 没病的都走开 我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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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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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儿怀 我也乖 李二环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给我六姐吃了什么 六妹怎么了 六姐没有呼吸了 三个月